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其实就在年底的话那么这个牌超联赛的也即将上演对很多女排的一个球员来说呢 在最近也正在紧张的进行备战当中期待那么在年底的一个比赛当中能够获得好的成绩 当然那么张长宁的作为球队的主力也是不例外的 但是就在张长宁辛苦备战的时候那么我们也看到最近的他也收到了一个重大噩耗 目前根据中国排协在官网发布了一个噩耗消息我们看到了他们也是沉痛哀悼中国南排民宿继尔萱那个理事 季尔萱那么我们也知道他此前的是培养出张长宁父亲的那些非常得意的弟子和球员 所以其实他他的离世实际上对张长宁以及他的父亲而言了肯定是一个很难过的消息也是一个重大的噩耗 当然其实对整个中国排球的一个发展来说了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季尔萱他是1930年出生的那么其实他在24岁的时候呢就成为了江苏南排的一员 那当时他也是主线的江苏南排那在当时也是为江苏 排球呢取得了一个很好的贡献 帮助江苏排球呢其实取得了很好的发展 所以呀江苏排球能够有现在的一个成绩呢其实也确实呢 离不开当年季尔萱他们的一个铺垫和贡献 后来他在退役之后啊其实他的一个主要贡献呢是在作为一个主教练 他先后是帮助江苏女排江苏南排的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 而且呢为他们的一个舰队啊他们在之后取得的好的成绩呢真的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助力和贡献 那后来那么其实他做出了一个另外一个重大的贡献呢那么很有可能就是1990年 那么当时啊北京也是举办这个 啊亚运会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那么中国南排那么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个希望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结果没有想到后来呢 季尔萱也是前去协助中国南排的进行一个比赛的时候呢 其实他恰恰发挥出了很大的一个主教练的能量并且呢帮助我们中国南排呢取得了最重的冠军的好成绩 所以呢当时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呢也确实让季尔萱的名造一时也彻底的让他坐上了更高的位置 所以总的来说其实啊季尔萱这么些年呢确实为中国排球的贡献了很多 尤其给江苏排球那么其实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那么可以说目前的话那么其实江苏南排啊包括整个江苏排球呢有这么好的一些发展确实 离不开这个老先生的一个贡献 助力 所以才说那么他的离去啊就是对整个江苏排球对整个中国排球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那么很多球迷呢也纷纷哀悼希望老先生呢一路走好那我们也希望呢他一路走好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